香烟才27% 汽車17.5% 全世界其他國家相比 保健食品沒有人30%關稅的 連中國都才8% 台灣為什麼保健食品要30%的關稅 請問一下部長 你認為保健食品為什麼要高達30%的關稅 坦白講我不是很清楚 有過這樣的一個增值過 這真的非常的離譜 這給我兩個月好不好 兩個月齁 兩個月部長你還在嗎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知道我們保健食品的進口關稅是幾%嗎 30%喔 比香菸跟汽車還要高 香菸是27% 汽車是17.5% 所以國人呢在花這個 錢購買保健食品上 其實一年的這個支出就將近7000元 而且我們的稅率喔 在保健食品上 跟其他國家相比是高的離譜 美國10% 日本1% 韓國12% 中國野財8% 請問為什麼台灣保健食品的稅率要高達30% 部長 這可能要問相關的 問一下你們的經濟部工業局 因為這個問題呢 不是財政部的問題 是你們經濟部決定的 喔這個問題我問過蘇建龍部長 他說你們財政你們經濟部工業局反對 反對 為什麼反對呢 沒有具體的評估報告 產業沒有提出具體的降稅項目也沒有評估報告 然後呢我們問你們說那為什麼不能調降 你們說是財政部官務署的權責 經濟部無法對民眾權益有利的情形提出降稅意見 然後我問蘇部長他說要問經濟部 請問一下部長 你認為保健食品為什麼要高達30%的關稅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全國的民眾 坦白講我不是很清楚有過這樣的一個增值過 這真的非常的離譜部長 如同我剛剛告訴你的香菸才27% 汽車17.5% 全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保健食品沒有人30%關稅的 連中國都才8% 台灣為什麼保健食品要30%的關稅 這影響到我們所有人民的健康的基本權利 我們要吃個維生素C維生素B 一樣的東西其他國家賣162塊 一模一樣喔台灣要賣900塊 跟市價相差5到8倍 這個剝奪人民的健康權欸 結果財政部把責任推給你經濟部 說是你們經濟部反對 所以他們不敢降 所以部長是你要負責 然後你告訴我你不知道 那你對於我們這些 每天花大錢買保健食品的人民 心裡作何感想 甚至現在有很多比較辛苦的家庭 他們必須要吃某些保健食品來維持健康 他們要努力的花大錢去網路上去購買等等 又擔心買到假貨 那這其中30%的高關稅就是最大的罪魁禍首 然後經濟部完全對這件事情一問三不知 部長你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 去研議一下 你這個關稅至少要降到跟國際平均的水準吧 否則你完全提不出一個理由 去告訴我們的人民說我們要收30%的關稅 你要保護哪些產業 我們這些生技產業 我告訴你 他們賺獲利越來越多越來越高 連一些什麼電視台媒體什麼 全部都在做所謂的生技 問題是他們的營收獲利呢高達三四百億 錢都拿來做什麼 都拿來做廣告 打廣告 而不是做研發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保健食品 加速 越來越多獲利越來越高 就是因為我們用高關稅去不斷的保護他們 可是問題是我們台灣的人民卻是 被不斷的剝削剝奪 所以我希望部長你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提出一個檢討 關於我們保健食品的高關稅30%這個問題 經濟部可不可以去提出一個降稅的檢討 讓我們知道 或者是說你為什麼要維持30%高關稅的理由 能不能說服我們的大眾 可以嗎 部長 可以喔 那你多久內可以把這個報告讓我們知道 這個我恐怕 第一個我們要了解這個產業 而且我們也要 可能要做一些意見交換 我希望經濟部動起來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大家都有感 而且民眾非常的關注 喔沒有道理的 因為我剛剛講其他國家的狀況 台灣的狀況 這給我兩個月好不好 兩個月齁 兩個月齁 兩個月部長你還在嗎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好不好 今年吃掉1708億元的保健食品非常多 主機處有去統計呢 國人平均每年花7000元在保健食品上 已經達到我們日常生活必需品 例如衣著鞋襪服飾的三分之一多 為什麼這麼多呢 因為我們的保健食品就是非常貴 同樣的一個暖鈴脂喔 在iHerb上賣162塊 但是在台灣一模一樣的東西賣900塊 價差5到8倍之高 那同樣的一個這個維生素C喔 國外網站上只要1塊美金 30塊台幣 台灣價上要250塊 所以這個保健食品的價格真的是高得非常不合理 價差高達5到8倍 所以呢這個價格的落差 其實呢對國人來講為什麼會支出到7000元 就是在這裡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保健食品的進口關稅喔 竟然比汽車香菸還要來得高 我們保健食品關稅竟然高達30% 對人體有害的香菸只有27% 那你說汽車等等17.5%等等 那相較之下我們會覺得人民追求健康 難道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嗎 這樣合理嗎 部長覺得合理嗎 這個部分可能 我們海關是按照這個規定來課徵喔 那主要是要 看看這個 這個產業主管機關 特別是 所以又在打官槍了嗎 產業主管機關 委恩 委恩我沒有打官槍 因為這個是他們在認可 好那我們也去問了產業主管機關啦 其中包括衛福部食藥署 那衛福部食藥署呢 因為財政部回函給我們就說 尊重產業主管機關意見就是你一貫的回答 那食藥署說呢 這個關稅的訂定是屬於關務署的權責 食藥署完全沒有意見 對這個他們沒有意見啊 國內已經有多家產業者有相關的產品等等 所以他們其實根本對這件事情是 持這個觀望的態度 我們也去問喔 我們就問工業局說 那降低關稅到底對產業會有造成何種影響 你這樣講有這麼多家有這麼多產值 到底有什麼影響 結果完全沒有任何書面評估報告 他們沒有評估過 之前官務署也提出就是說 如果要降低關稅 要寫這個稅存的評估報告 其中包括說 是不是對於國內產業發展有影響 或是有相關的稅存 或是調降後 價差是否能夠回饋給這個消費者 所以相關的資料 其實我們發現說 根本就沒有相關的書面報告 那其中官務署說 啊30%是價差的元凶嗎 降稅未必會降價 然後舉奶粉的例子 欸奶粉的關稅才5%欸 賬價只有2.5%差七八塊 確實是無感 但是保健食品是高達30% 他的降稅絕對對人民有感 那你剛剛講說保健食品公司 哇產值多少 一百九十幾億三百多家 確實保健品在這樣高關稅的保護下 我們這些保健品的公司 營收非常的亮眼 其中包括電視台 包括地下廣播電台 都在賣保健食品 全部都在賣為什麼 因為成本低獲利高嘛 所以呢這個是非常好賺的生意 所以不管是不是生技產業 大家都在賣保健食品 隨之而來就是民眾呢 要付出非常高的代價 去買在國外非常便宜的保健食品 對於國人的健康 對於整個市場的發展 到底有什麼幫幫助跟影響 就在這裡嘛 為什麼國人喔 洗澀的頻率這麼高 為什麼國人這個 要追求健康 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所以我們希望主管機關能夠正視說 國人對於健康這個部分的基本人權的權益 那以現在來看 你說喔 國內的這些生技廠商等等喔 他們呢 營收非常的高 但是營收主要都花在哪裡啊 六到七成都在花在做行銷都在做廣告 所以你在電視上看到很多什麼PPLS啊 什麼超市 每天廣告不斷的洗腦 這個廣告食藥署財罰近兩億元 他還是繼續廣告什麼 因為他賺的遠比兩億元多太多了 對他來講 這個兩億元根本不痛不癢 完全罰不怕 所以相較之下 這些低成本的保健食品 可以用這麼高的市價獲取暴利 然後財罰也財罰不怕 這就是在你高關稅30%之下 所發生的亂象 這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影響到國人的健康 影響到我們這些生活比較痛苦的人 他們想要追求健康的權利 而讓少數的人在這種保護之下獲取暴利 然後可以不斷的拿錢來砸廣告 然後透過電視不斷的宣傳洗腦 即使這個廣告可能涉及不實被拆發 還是依然不受影響 所以呢很多人他就像 像我不知道部長還是怎樣 他就去網路買啊 但是網路買的看起來很便宜 但是這些維他命到底來源是怎麼樣 真偽不明啊 所以對於國人來講 確實在健康上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部長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 誰不吃維他命 誰不吃保健食品 但是這長期以來的30%高關稅 不僅相照於其他國家是高的離譜 對於一般人的生活來講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你剛剛說保護這些產業 這些產業到底為什麼需要這麼高關稅的保護 到底保護他們什麼 保護他們拿錢來做廣告 要用證取暴力嗎 到底保護的哪一個部分 如果讓這些國外的維他命進來 只是增加他們的競爭力啊 你用保護的為名 然後去限制他們去競爭發展更好的 提供給民眾的權利 這樣是對的嗎 這是我們最不能接受 每次都用高關稅用保護的名義 然後讓我們國內的廠商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包括我們的汽車 包括我們的保健食品也是一樣 我們的保健食品有賣到國外嗎 還是只在台灣保護而已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那另外呢 我們的網購齁 超過兩千元就要課稅耶 每共維他命就有可能超過了 相較於其他的國家喔 這個美國澳洲牛現在你看這個排名 台灣63美金耶 從107年本來是三千元免稅 現在調降到兩千元 人家美國是八百美金 至少單筆是兩萬四千元 然後呢相較於日本其他國家 我們都是最低的 可不可以請部長回應一下為什麼 我們的免稅額這麼低啊 關於這一部分最主要是考慮到境內電商 他每一筆消費不管幾塊錢都要繳營業稅 但是如果境外電商的話 他基本上兩千塊以內都免稅 那這個是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當初大院裡面也有幾位委員提到這一點 所以要求我們這個不能取消免稅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讓境內電商跟境外電商 能夠有一個公平競爭的一個環境啊 問題是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也有境外電商啊 不是你只有台灣有啊 可是問題是你這樣子影響的是國人的權益吧 三千元說實話以現在兩千元以現在來講 隨便一個網購就超過兩千元就要被瞌睡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影響的就是台灣人 不管是說你在健康的權利啊或是各種 因為最主要是台灣的產品的高關稅 導致我們的售價太高 大家才要去網購嘛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沒有從根本的問題去解決就會導致這樣子的亂象 所以我還是希望財政部能夠整體的去考量 不管是我們網購的這個稅率三千元 說實話三千元也已經很很低了啦 那你在調降到兩千元根本隨便就是超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對於民眾來講影響真的非常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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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